好 继续镜头 带你来看到花莲南区复礼乡 因为缺雨造成大面积的稻田干旱 而这一次因为台风凯米来袭带来雨量 25号台风才渐渐远离台湾 风雨是渐渐的变小 复礼农民马上开着硬机 忙着整田跟插秧 那么台风天停班停课 农民却不停工 雨不停的下 农民一课也不停歇 台风天全台放台风架 农友不停工 因为布里乡终于下雨了 几天前还是一片干土的梯田区 因为从23号下午开始降雨 九万溪中午有水 农民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前一阵子干旱 水好做田 趁台风过后 有水 去赶快做 要抢着要拆央 还好台风来了 不然的话我们这边野水都没有 村长表示前几天 还跟农田水利署的视察水田汉象情况 开米台风走了之后雨量丰沛 目前是可以解决盗农担心的汉灾问题 早上的雨是还没有那么大 就算雨水持续的下雨 也会吹起震风 但是农友一点都不担心 只希望自己的水稻田赶紧插秧 村长说巡视水田时 见到农友终于看见他们笑容 感谢天降甘霖 记者高松双副理箱 采访报道